居酒屋在台湾的深夜食堂 战况相当激烈 要脱颖而出的话 食材创意就是关键 我们带你来到东区的这家居酒屋 除了一般的串烧炸物之外 来自香港的老板娘 特别把泰国大虾 香港叉沙肉 还有澳洲的横格膜 通通入菜 就是要让老饕们 体验不一样的居酒屋文化 好了 今天的美食 带大家来到东区的居酒屋 手上竟然有这么大的 泰国大虾 比我的脸还要大 不要说它的长度 是我一半手臂这么的长 既然在这里可以吃到 一国各国的美食料理 而且这只是一家居酒屋而已 有请美丽的老板娘 Maggie 跟美丽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好 你好 香港人 特别把美食带来这里 是 但是要不太一样 先聊聊刚刚的泰国大虾 它十二寸的巨无霸大虾 巨无霸 真的蛮大的 过程是不是比较复杂 处理它的时候蛮复杂的 对 因为它的刺是 很容易吃到师傅的瘦 但烤的时间呢 有没有什么火候要掌握的 火候要啊 要顾它 因为它那个膏跟肉的部分 都要顾着 定着它 要定着它 差不多多久 十来分钟 十来分钟就可以了 对 重点是让虾膏不要流掉 对 但是Maggie有说第一口吃呢 希望是吃原味 是 加上它的虾膏 虾膏 肉很甜美了 满满的虾膏 虽然它是用碳烤的方式 但它里面那个鲜甜 那个肉汁是完全保存在的 对不对 而且吃完泰国大厦之后 嗅一下就来到你的家乡 既然有港式的叉烧 在居酒屋也可以吃到 香港人嘛 就爱吃叉烧 我在台北啦 没有吃到让自己很满意的叉烧 就想说 就想说 就自己来嘛 既然吃不到觉得好吃的 自己准备 是 全台北最好吃的就在这里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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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会生气 太客气了 这个制作怎么做啊 这个呢 肉就是 当然是台湾的猪肉啦 然后这样就是从香港带来的 然后要厌过夜的 对… 厌过夜的 肉质是不是就不一样了 因为我是用五花 外面就是用比较瘦的部分 它每一块都是可以吃到油汁跟肉 它不会柴 不会太油这样 很Q 这个酱很特别耶 怎么弄的啊 秘技嘛 秘密武器 秘密 要吃到正宗香港的叉烧 真的来这边才对 像刚刚吃了泰国 吃了你家乡的香港 我们秀一下要去哪里啊 去澳洲 要去澳洲 怎么飞太远了 旁边就是横格模 是 横格模 牛肉的横格模也可以入菜 是啊 来…我们先来烤一下 这是民众又DIY自己烤的 是 这个是烤碗的 那个碗大概有两百多度 两百多度 其实很多台湾人都不知道 以为横格模其实是内脏 如果说它是内脏 其实它是 会腹系的一块鸡肉 所以它是肉 所以它的肉质又特别软嫩 油脂很平均 然后它的肉感比较浓烈 民众烤的时候要注意什么 烤五分熟 五分熟就可以了 所以不用常常翻 最好入口的概念这样 对… 它一吃要烤多久 大概三分钟 三分钟我们等不及了 多久… 旁边已经有烤好的 可以配樱花盐 樱花盐 对…你也可以吃原味 而且这种牛肉 用盐去体会就非常好 是 好的肉真的最简单的吃法 这是最好吃的 厉害厉害 真的这个很不一样的 还有其他特色料理吗 就串烤跟单单面 也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招牌招牌 国际美食大集合 装潢摆设也有巧思 宽敞座位 户外高脚椅 只希望老饕们 在深夜食堂 也有假的味道